林智杰教授是我從這30年以來 藍綠這件事是我眼見最強的 這個有兩個定能感的東西 虧給不獲選人 這個月以前沒有人想到 林智杰有非參選 就是說他這個人很有 你小心 可以超級激活 好為無私 而且要講自己的話 也讓我很感動 所以他說 我愛心理師 玩個熱愛的城市 我願意為它成為無私 那我心理師在這次選舉上面 如果其實全國樣的獲選人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覺得參選當然是 本來並不在我人生的規劃中 但是我覺得我的人生 從過去到現在 就在做很多決策的時候 我覺得我會朝向哪個地方更需要 哪件事情更需要我去做決定 那我跟總高說 那你覺得我可以嗎 他又說他覺得我可以 那我就說好 如果大家都這樣覺得 而且本身我個人最心靈的感情很深 不然我有很多的機會可以到別的城市去工作 可是我一直沒有選擇去看 因為我覺得新竹是一個台灣很重要的基地 所以我跟他說如果是為了新竹 我會願意 那我自己當選 對 我就說我如果做我就會努力讓他當選 因為這種如果不想贏或沒有贏的決心 你就不要選了 這是一個很艱困的選擇 大家可能看我每天很正義 所以你剛剛跟我說 怎麼看清楚的選情 你去看有哪一個候選人 在他的選區裡面要遇到誰 我遇到兩位現任的委員 一位是鄭許連任的正正前委員 一位是不分區的抽選制 兩位都是現任的立法委員 他本身在知名度跟在資源上面 他本來就在新竹遊服務處 我等於是從零開始 那我再遇到另外一位是柯文哲的妹妹 是別的黨的黨主席的妹妹 去放野台灣有哪一個候選人 像我遇到這麼艱困的環境 然後我是一個完全沒有選舉過的人 對不對 所以我沒有一個辦法 然後你答應的那一刻 你就知道它是一個很艱困的選戰 可是越艱困你就是越不敢 儘管林志杰披上民進黨戰袍 但他和爸爸的政治色彩卻截然不同 而且爸爸還曾經是韓國瑜鐵粉 他會成為韓國瑜的粉絲 是因為韓國瑜口才非常的好 然後第二個他自己認為 韓國瑜是一個庶名 我是很震驚啦 但是他認為韓國瑜不是所謂的權貴二代 當時雖然他也覺得 蔡英文學經歷各方面都很優秀 他也覺得蔡總統是一個女性的典範 可是蔡總統看了他的年紀 我請大家就是要現實一點講 那這兩件事實的我爸爸在上一次的選舉的時候 他就很支持韓國瑜先生 那韓國瑜先生敗選的時候他非常的痛心 他痛心疾瘦 敗選的時候他不出來吃飯 情緒惡劣這樣子 然後我後來還煮麵給他吃這樣 但是我覺得經過疫情以後他對蔡總統就是讚譽有加 因為我爸他們都是老一輩嘛 長輩對於生老病死這件事情心裡還是會恐懼 可是他看到我們的這個執政黨把疫情控制得非常好 然後疫苗後來也都順利進來了 所以他整個的態度有轉變 那我決定參選之後我覺得他有多去理解 包括像民進黨的全代會他也去看直播啊 他現在因為每天都在發我跟Live總統的扇子 所以他現在就會說賴清德一票你吃幾一票這樣 他有多去了解他就不會 因為以前他每天看中天啊 所以請理解一下那個媒體洗腦的這種狀況